郭德纲大家都不陌生了 他可以说是中国观众喜欢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不仅一首创立德艺社 而且创作了很多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作品 近几天啊 德艺社发展的可谓是如日中天 而郭德纲的私生活也是观众们很关注的 郭德纲有个两段婚姻 我俩儿子 大的叫郭麒麟 二的叫郭芬阳 小名叫安迪 大儿子郭麒麟是他和前妻胡忠慧的儿子 而小儿子郭芬阳是他和现任妻子王慧的儿子 郭麒麟出生后没多久 郭德纲就和前妻离婚了 而现任妻子王慧 则是天津某剧场唱平剧大鼓的演员 他与妻子郭麒麟关系很好 但郭麒麟视如己出 甚至连生孩子的事都会询问他的意见 2015年王慧的儿子出生 中年得子的郭德纲非常高兴 亲自为的取名叫做郭芬阳 郭麒麟和郭芬阳同为德云社少班 按照郭德纲的态度去截然不同 郭麒麟原本就不爱读书 争得父亲的同意后 专心摆施学艺 在德云社寻艺的日子里 头顶郭德纲儿子明前的他 从没有被特别照顾 出进德云社的郭麒麟 郭德纲首先让他学会的是规矩 别的师兄弟作者他只能站着 接受别人的东西要双手奉上 就是一定有什么好吃的 都是别人先吃的 外人先吃 外人都吃完了 才告诉我儿子吃吧 时至今日 郭麒麟在家里也得问 这个我能吃吗 这叫什么 这叫家教 天下爹娘没有不疼孩子的 你把他骂够了 他出去之后就没有人在骂他了 据郭麒麟透露 小时候他是没有零花钱的 参加工作后 就不和郭德纲住在一起了 他很早就学会了独立生活 自己在北京住的房子还是租的 在德云社的他们不像父子 有方有怀疑这个说法 但是看看郭麒麟和爸爸 录制真人秀史 站在爸爸身边的他毕恭毕敬 对孟飞 郭京飞和佟大为等人 也体现了一个晚辈应有的尊敬 就知道确实如此 郭德纲对这个混迹娱乐圈的儿子 管教甚眼 事实证明 郭德纲对郭麒麟的教育是成功的 郭麒麟身上没有一点富二代的顽劣之气 而且郭麒麟不仅向而说的好 演技也非常棒 在七余年中的表现深受关注喜欢 相比较而言 郭德纲的小儿子郭芬阳的幸福太多了 郭德纲对他非常宠爱 和郭麒麟相比 郭芬阳有更加完整的家庭和快乐的童年 郭芬阳长得是非常的富泰可爱 留着的长头发很有个性 小小年纪就开始走潮流路线了 胖黄乎的他眼 观众想起到显肥前的郭麒麟 郭德纲在谈而说笑而说得好好的 小儿子跑上台 郭德纲抱入怀中一脸的慈腹笑 你给大伙笑一个 打个招呼吧 打招呼 打招呼 郭麒麟对这个小19岁的弟弟 也是一脸的疼爱 不用说妹妹了 弟弟 我有弟弟 这肯定就是你尽情地出去惹祸吧 哥哥帮你兜着 郭芬阳和郭麒麟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 德云社最空门的两个人 我们都知道是张云雷和郭麒麟 但是郭芬阳可不一样了 郭德纲透露 郭芬阳才四岁就知道爸爸有钱了 郭芬阳同学对钱有概念 他无论跟哪个小朋友一块玩 什么小玩具坏了 没有了是吗 让我爸给你买啊 所以我这个岁数还得出来工作 天天我儿子拿我请客你 郭芬阳不仅在家里有人疼 居然到了德云市 郭德纲的徒弟们也是把他当做宝贝 而经常待在德云市里 郭芬阳小小年纪就耍嘴皮子了 经常逗的师兄们哭笑不得 郭德纲也曾说过 如果郭芬阳说相声 那他就是一个祸害 不过虽然嘴上这么说小儿子 但郭德纲却是一脸崇溢 似乎很满意 他小小年纪就能说会到 就先天优势的郭芬阳 从出生就一直备受关注 爸爸和哥哥都在相声界成绩斐然 网友猜想郭芬阳会不会继承一搏 郭德纲的进入采访时 对此做出过回应 孩子大了想干什么都可以 看到自己 虽然两个儿子年龄差距很大 郭德纲的管教方式不同 但是从郭契林的成长经历中 家教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重要 跟他家庭带给他的思想观念 会伴随他的一生 郭契林早早选择不上学 但是没有耽误他学会做人 这与爸爸郭德纲虐子式的规矩 息息相关 郭契林丝毫没有从自己出身 找到优越感 和一帮师兄弟在一起 同样没有距离感 正使将谦和有礼的态度 造就了如今人见人爱的郭契林 关注老衣服 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戚的那些事